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是他底子很厚 有目空一切的资本 据说 吃油不是一般的勇猛 长着三头六臂 大小战士历经赏百场 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 能跟他打上几十回合的人都寥寥无几 更别急把他打败了 而且吃油八十多个兄弟都很猛 根据实际 山海经等古集中有如此记载 吃油善战 是武兵之起 做大物 皇帝久战久不剩 三年撑不下 也就是说 皇帝与吃油曾九次大战 每次肯定都战天昏地暗 但都以皇帝的失败而告终 三年未能把吃油的地盘拿下 内心定然是无比郁闷 按照这种趋势 如果再战下去的话 损兵者将不说 搞不好会被吃油灭掉 到那时可就不好玩了 既然靠自己的实力不能取胜 就要找人帮忙 皇帝把大神九仙玄女请来助阵 投入了所有兵力 联合已经归顺的燕地 与吃油军团一决搞下 胜着耕顶九五 败者一无所有 在这场生与死的较量中 吃油也不敢掉以轻心 动用了拳 不加底 咱们都知道 古代牛人在作战时 若是没有顶级坐骑的话 战斗力将会大打折扣 战争开始后 皇帝骑着坐骑应龙 延帝骑着坐骑大鹏 向吃油发起进攻 当时持油的坐骑是啥的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 关于持油胯下的坐骑 有人说是石铁兽 有人说是神兽皮修 不管是以上哪种情况 归根结底都是现代的大熊猫 这可不是笔着胡说八道 是有明确记载的 神异经中写道 南方有兽 名曰涅铁 四雄 小头 壁角 黑白薄 能使石铜铁及猪骨 现在靠卖蒙为生的熊猫 并不是纯粹的吃竹子 人家还有一个特异功能 那就是石铁 在动物界的江湖当中 人送绰号石铁兽 据石纪武帝本纪记载 皮修是经常被用来冲锋陷阵的猛兽之一 不少人都推测 皮修指的就是现代的熊猫 我们脑补一下皇帝与石油大战的场景 石油骑着熊猫 与骑着龙的 皇帝打得不可开交 可见当时熊猫是多么强悍 本能靠实力叱咤于动物界的熊猫 如今却已卖蒙为也 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 当然 关于赤油做其为熊猫之事 只是一种传说 不知你怎么看呢 参考资料 史纪武帝本纪 神异经 山海经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